好,那我们下面来开一个箱子吧 这个是我在折扣村买的 但是因为我嫌米兰离我太远了 我是让去的朋友帮我买的 他那天去然后拍图给我看 然后我是让他邮寄给我的 不然这个箱子打开 这个是什么盘子 这个 这个盘子不像LV啊 Shannard啊 就是那么被大众所喜欢 但是他的这一款 我之前对他也是没什么好看 但是他的这一款包包 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看 这个盘子是什么 POSE 我一般都喊他土豆丝 就是那个豆豆鞋 拆开它 登登登登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家最好看的一款包 就是 其实也有一点他们家经典的元素 就是一个豆豆 这个叫那个大嘴包 大嘴包 把这三个字大嘴包写在下面啊 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eat bag 我觉得就是还 就是 怎么说呢 就你看它 其实它有点像上班的那种 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毕竟很大嘛 你平时出去啊 其实没必要 但是它去就是它的这个设计感啊 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包型啊 版型啊 我觉得就是你平时休闲啊 你冬天穿个大衣啊 其实还蛮好看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就是你的它的这个尺寸 因为我身高是174 太小的包的话 我背的不太好看 就是你看 你这样胯着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种包型 然后它是 看一下背面 它这里 这里可以放一下手机 就是比如说你这样拿着的时候 你可以放点什么东西 比较方便在这里 然后呢 现在很多 比如说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水桶 或者是NeroFood那种 煎煤包 因为它没有拉链 它没有拉链 像我这种粗心大意的人 就很不方便啊 它是这样开的 嘿嘿 其实这本包 我真的觉得 它也不是很贵 我记得我买到手的话 它是原价1500欧 这个是在折托村买的 1500欧 它是打7折我买的 然后 这里面是什么 啊 这是它的肩带 也是红的肩带 我就不拆了 干嘛干嘛 容量 是很大的 但是它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 打开 诶 你看 它容量还蛮大的 它的内衬 是那种 脊皮绒的那种 它的内衬是 霉红色的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拉链 可以装一些 你比较贵重的物品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那种logo 我看一下 啊 那这写的是Made in Italia 意大利制造 就这个包裹 我觉得有它 就是蛮酷的一点的 就是 这个包型吧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你看你这样胯的话 你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穿 又有一种很休闲的感觉 就是 好看 它的这个肩带是跨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 上来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了 而且这个是装柜款 是装柜再售款 你买它的话 这个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它就是那种休闲之中 有一点点酷 但是它也很适合上班 这个我就很推荐 然后它的底部 有一个这样的钉 不论叫钉子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豆豆 这个豆豆的话 你看它平放于桌面上 它就接触不到 就它底下的这个皮 它会接触不到 这个一些地面 或者桌面 会减少一些它的磨损 而且它这个包的材质 是荔枝纹的牛皮 也是属于比较耐用的那种 好我把它给 哦它这可以扣在这里 就你不想让它把这个嘴 这么大这样张 你可以把它这样扣起来 它这边有扣子 那我先把它装起来 然后这个包的 它的这个防尘袋 我刚才看了 它的防尘袋是魅力英大量 我之前有个朋友 特别搞笑 他买了一双 GZ的鞋 是在哲洞村买的 然后他发现那个 就这个防尘袋 上面写的Made in China 他就说这个鞋是假的 然后我之前自己 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同胞 我那个包 是在我自己 在佛伦萨买的 他那个防尘袋 写的Made in 越南 难道这个包就是假的吗 我就 就像 就像我还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我的口红断了 这个口红就是假的 怎么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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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